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啊 好啊 吃肉肉 你们这些妖精 不都喜欢把我拿来洗干净 然后等着一个凉晨即日 再蒸着吃吗 那那那那些妖精太蠢了 居然拖墙了 早就被你的土地救走了 对啊 肚生吃 对对对 请听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吗 唐僧肉 神舟大地上 一种珍惜的美食 平底锅的热油 加上均匀切好的肉块 香煎少许 撒上自然香料 再加上调好的酱汁 锅底的热油 加上鲜嫩的肉块 碰撞出销魂的香味 听起来好好吃啊 有没有 有有有有有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香煎糖生肉 还有红烧糖生肉 水煮糖生肉 豆豉 剁椒糖生肉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啊 那我们还是先把它洗干净 再叫个 凉成鸡肉 慢慢吃吧 好好好啊 好好好 我直播家 感谢肉 怎么做的 好想吃啊 不要吃我的师傅 二十种 二十种 这不才接力啊 哪啊 这我 你们没事吧 为时没事 只是 肚子又领壞了 走 师傅带你去吃饭去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韬武略总是被捏的副会长杨茜茜 谢谢大家 好 好垮啊你 不是 四番话 我这个猎 猎 牛奶 脸 特别复杂 又来 村里又来新人了 来 又来了 实际 我是人生如戏 浑身都是戏的 邵明明 我今天是秘书长是吧 对 秘书长 秘书长是在这边地位算是怎么样 没啥特别大用 反正就可以塞个人坐这儿 你是什么位置 副会长 那个秘书长一般是要比副会长长得好看 对 对 咋回事啊 村里的秘书 因为一般秘书也没什么本事 就是长得好看 每天笑给领导看 你刚才笑给你看的时候 对 这边还有一位 来 大家好 我是心如止水 但是来了新的小鲜肉秘书长 心中也会不忍窃喜的书记官陈超 没有 超级 这个是你发自内心说的吗 发自内心 太假了 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感谢陈超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节目 陈超现在是唯一的女性 为她服务 所以她的强烈要求就是一个 要有新鲜的小鲜肉 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旁边的秘书长又换人了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是非正式会谈 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认性 小鲜肉 小鲜肉要保鲜 唯一的方法就是 来一个 走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 所以 呆不长 走了冰冰 来了咪咪 再次掌声欢迎咪咪 咪咪 咪咪 所以说我现在来几天想走 还是大叔好 但是我们这里不缺这种 呆久了就像这样的 啥味 我吓死 如果呆长了志向于 那说下次志向 随我的长相这样走 对 你觉得我们代表到怎么样 他们都留得住 就今天偶偶上面过来 他就怪点头发里不错 就在这来了 我就喜欢自然的 现在要环保 你看那些东西太对 环境不好 你看他这个头发 一看质感就很好 因为撒了粉红色的叶 对的 好有钱 我们上海的就是这样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 非正式主席团的2.0版本 那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 非正式会谈 第二季第0015次会议 很破音 这个很破音 怎么被破音 来 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 非正式会谈 第二季第0015次会议 正式开始 我要请出一日代表了 今天一日代表 绝对非常的震撼人 为什么 谁啊 史上我觉得最最特别的 一日代表 真的吗 不可能 朱老师回来了 朱老师 你们打一下 我没有听吗 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也是一位霸道总裁 那不是朱老师 他风度翩翩 又极具个人魅力 最重要的是 他的中文也是十分的给力 对 我想 在座的各位 除了金寒一 没有人比他说得更好 什么鬼 什么玩意 这有总冠军好吗 还好意思说这种话 我们是总冠军好吗 总冠军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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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 我私下曾经有接触过他 我觉得 终于真的说得比你好 好吧我走了 好吧我走了 等他出来之后 我保证你们都会站起来 给他以最最热烈的掌声 不一定 而且他来了 还不一定能走了 是吗 这个我喜欢 喜欢 多多你要小心一点 其实我很想他来 因为 为什么 只要他来了之后 我们会得到一些福利了 什么 而且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一日代表 来自于 法国的杜佛 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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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望了 不会跟我好像 不然开索 路 去救 一二三 别接了 鼓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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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不过乱念 这个可以救你 多多你怎么不笑 我笑什么笑 不是 你是谁 你是谁 是你前辈 你们三个都还没有叫保护费 你们还敢说话呢 你得现在说我们你是谁 你得现在说我们你是谁 说个音 我每次看多多我就不行了 坐 杜总 杜总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然后顺便跟大家讲讲 最近去哪发财了 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法国的杜波 今天呢 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礼物 大家知道我是红酒商人 那最近生意不错 我要跟各位兄弟分享一下 所以 我带了几瓶我公司最好的酒 别再叫我了 大气 上 来 我来 大家还不冲 我不喝酒的 我喝酒 但是新来的我不喝 这是来自于罗纳河谷 是法国一个产非常好的酒的一个产区 我给大家带过来的是 它的非常顶级的一个酒 是在中国我代理的 然后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品尝一下 好 太好了 快点了 我们还要录吗 小费 那边还做了三个人 要我一闻吗 好香 很香 很香吗 我说一句话 我听说你钱多多 多买点酒吧 首先第一位要给你介绍的是来自于非洲的王子 前多多 跳一个吗 多多 他是狮子王才差不多 然后第二位是亚洲著名的毛之设计师 欧欧来自于缅甸 没你 你应该是杜蒂吧 对不对 你哪年呢 84年 回头再说了 对 对就可以了 最多哪个年呢 86 那你叫哥快 欧哥 欧哥 好像看不了狗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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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坐在你右手边呢 这个是最不服气你的 因为他是汉宇乔的总冠军 总冠军 你知道为什么他说总冠军吗 因为我没有参加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真的 我什么想说的 你看他现在开心了 小辈 来一段拿手绝活 有没有什么绕口令 啥的 扁单长 板凳宽 板凳没有扁单长 扁单没有板凳 扁单帽在板凳上 扁单不让扁单帽在板凳上 扁单偏要帽在板凳上 扁单偏不让扁单帽在板凳上 最后不知道是扁单帽在板凳上 还是扁单帽在扁单上 总冠军 这是总冠军 的确是不错 的确 哥给你点赞 谢谢 来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欢迎杜波 重新回到我们心中 我觉得 刚刚那三位新代表他们也在故意开玩笑了 因为他们内心当中看见你来 也很开心 可是又有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感觉 因为他们给你们整整少了一季的感情战 但我相信这种友谊马上就会重新的建立起来 接下来时间 共同举杯欢迎杜波的归来 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全球文化相对论 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我们来聊聊人类永恒的话题 吃什么 吃饭 永恒的话题 睡觉 你能不能别那么肤脆 还有什么比如穿衣服 你更肤脆 书装 吃住行吗 活着 还有小弟 真的我两边做的都什么人 那我觉得应该谈谈跟没有关的话题 吃饭先行间的好吗 跟什么 跟没有关的 比如说小鲜肉哪样的更鲜呢 天哪 谢谢你们用自己的智商称呼了 为什么我坐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跟爱情有关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爱 对不 爱 先来修正一下发音好不好 没事他们已经习惯了 真的懂就是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爱 讲到恋爱 讲到爱情 现在经常会有人说这是秀恩爱 对吧 各国家我相信都有一些秀恩爱的方式 我据说每个人都准备了板子对不对 我们把体板亮出来看看谁比较特别 来 请亮起板 太激动 什么 太激动了 严肃严肃 这个话题 没有 我觉得这个话题一定要严肃一点 我们不能歧视 就是我们要正面的去面对这个东西 而且没有什么可歧视的 所以你有什么话要说 为什么会在秀恩爱的时候亮出这个 HIV HIV呢 就是在女俩的话呢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那个 哥斯特的老婆说 亲爱的老婆 我一定会带给你HIV 真棒 H呢是代表HAPPINESS V呢就是VANISH 永远是最幸福 爱呢 我们爱是什么爱 不是 因为你的中文好啊 爱就是我 我 好 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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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意外 我们意外 不需要有其他的 就需要 只有他们两个就可以了 就是死要跟老婆死在一起 对 不想死的时候 对 不敢带着我 不会听你悲伤 一切都是死 一切都是死 老婆感动 刚才老婆也感动 就是刘洋亮说 你这样好 然后我去别的吃醋了 你刚说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吗 没有很感人的故事 这个事还需要确定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因为我们的老街坊 杜波你先说 领导要发话了 法国有想法 有方向 有策划 被话漠漠传染了 就成了节日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国人 我应该 对于秀恩爱这个话题 我应该比较有话语权 有权力 是怎么个故事呢 大概一百年前的时候 一对靓人 靓人 在阿菲提塔里面 有无法的人 那他们结尾的那么投入呢 他们掉下来了 结果死了 这条 这条 对 这条真正的秀恩爱死得快 这什么逻辑啊 这个 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吗 为什么要笑 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是因为 他们 有那么相爱 他们连命都可以不过 只能法国人才能做的事 但是呢 之后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 他们就觉得 那一天 就是这一对恋人 死亡的那一天 应该把它 视为一个 解日 解吻热 所以从此以后 这个 那一天是7月6号 就变成了 国际解吻热 所以说呢 现在全世界 包括那个日本啊 日本没有 就是那个 都在学我们法国 等一下 你刚才忘了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是谁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节日 是英国人 真的吗 对 是英文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节日 没有这回事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French Kiss是谁发明的 这个东西有人发明吗 来来来 可以了 下一个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很正常 French Kiss真的是有可能是英国人发明的 这不就是英文吗 就是英国 不是 不是 你看人家美国都是英国发明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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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呢 我就是在这里做 你为什么把我进去你的故事 你为什么把我进去你的故事 你给个面子 你干嘛好不好 重要 你先让别人的话来反驳一下 为什么 重要 加油 这个节日就是有一些人 英国人他们知道这个故事 他们就觉得 这个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节日 他们就率先发起这个节日 然后91年的时候是联合国 就通过了这个节日 现在就全新了 你这个故事不浪漫 我那个浪漫 这个世界上没有浪漫 只有现实 只有利益 没有利益 你老婆好悲催 不 跟你在一起 你真是倒了大霉了 乖不得 乖不得 那我给你们讲一个浪漫的 而且这个浪漫的 不是那个什么传说什么的 这是事实 这是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 叫做赢了你树的世界 是说现在英国女王的叔叔 她本来是王子嘛 后来她登基当了国王 但是她当国王之前 她就开始谈恋爱了 跟一个美国人谈恋爱了 一个 而且不仅是一个美国人 是一个离过魂的一个美国人 离过一次魂 然后又结了一次 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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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离过一次 都已经说成四川话了都快 一个魂 离过一次魂 然后再准备再次离婚 然后这个王子就跟她谈恋爱了 然后后来东基当了国王 想跟这个女的结婚 就是英国政府极其反对 包括就是英联邦 这很多国家都反对 这个我读一下 因为这个我这个是 我不想读错 这是真的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南非政府 正式宣布反对国王 迎娶离婚女子 此时 爱德华巴士公开回应 没有多少人在澳大利亚 所以他们的观点并不重要 你看这英国人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打雷打雷 我以为你要打雷打雷 真的吗 我都已经说好 你为了攻击澳大利亚 就是必须要把这 我们的国王这么完美的代表了 我们老百姓的想法是 就是不在乎他们 但他们人没有那么多 anyway 他这么爱这个女的 但是要是娶她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当国王 所以呢 不到一年登记不到一年 他就退位 不当国王了 然后就跟这个女的结婚 跑去了法国 因为法国到的观点就比较 他讲一个故事要是 所以跑到了去法国 所以那好多人 然后就一直在法国生活 然后那个他退位之后 就到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女儿 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女王 你知道吗 这个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温莎公爵 温莎公爵讲过一句名言 就是他上面写的 赢了你 输了世界又如何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说得挺好的 我说得不好吗 好 好极了 我给你听一个中文不好的 来 悠悠 秀恩爱都得炸 好 现在日本吧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修恩爱的方式 你看啊 不停讲得不好 还要看小超的 你不用了 你不用了 就那个 然后呢 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 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名字 游戏 里面的那个竹连公 是一个当生狗 正就跟我一样 30岁的当生狗 但是呢 这个竹连公是一个 从来没有接触过女生的 就那个当生过 这一点是跟我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人就一直在渴望 就每次看到一些那种女生 就一对那个情侣 觉得特别嫉妒 特别气 对不对 他就好嘛 所以嘛 通过这个游戏 来发泄一下他的这个愤怒 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壁动的画面 对不对 对 就很多对那个当生的人来说 特别嫉妒 对 打击很大 打击很大 那就玩这个游戏的话 就按了一个按钮 就这样 破坏这个场景 就从那个破坏的壁破坏的那种 这个场景 日本人 炸东西 还有一个 你看这个画面 据说就在那个公园里 一对情侣 然后这个样式对我们来说 就看来说特别 看不下去 就不爽 不爽 不爽的不得了 那怎么办呢 按一下 打击 别别别的能先跟那个男朋友就听完 受不了 就是说好不容易 你等了三十多年 终于跟一个女生约会了 然后你们在牵着手约会的时候 突然一下 画波波波冲出来亲了你 这个好夸张啊 我就觉得特别发现 这个特别火害的那种 你今天在现场来演绎一下 开散情侣的特别技巧 好 我们现场因为只有一对情侣嘛 所以只能让他们来演了 我会想你后演小处能让我放个口味吗 我来嘛 我来 你 这个还是 你要演那种强吻穆小龙的那种 你真的可以 我用胡子扎你我跟你说 太胖 我们首先有请两位就位 因为我会派出各种各样不同的 兄弟和状况 来让你们一起来面对 好好好 有请两位 不可能 不可能 2016年的那个情人节 穆小龙和陈昌 你干嘛看这边 你干嘛看这边 你干嘛看这边吗 聊着天 看这边 小龙 你爱我吗 哎呀 我还干嘛要在一起 哎呀 嚷一喊 嚷一喷 莫不莫不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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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妈呀 不管 你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聊天嘛 对 一个月一千多的工资 你们就在这儿财 没事 你这也挺清楚的 我们还是 对啊 少说两句话 头水都在地上了 不干净了大家可以走了 为什么 没事 我们还是说我们的 就是 对啊 这个 哦 原来在这个哥们在这边呢 都看不到 没事 我们不管他们 我们还是说话 说话 说话 刚才说到哪儿了 哎呀 真脆 真脆 哎呀 他上面最美的 你上面说我 哎呀 身材真差 你的身材最好 他说我 他说你身材最好 干嘛啦 干嘛啦 弄哪 你看这胡子 求死了 来 跟我走吧 安顶门抛出来了 借我用一下 安顶用一下 你用你 干嘛啦 走啊 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不合适我 来讲我吧 真是太光了 你不是我女朋友吗 你 你谁啊 你谁啊 这是我的啦 你别来了 不想我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走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叫了这么多头儿来 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跟我在一起了 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我的我的 好尴尬的 我们接下来有请韩依 我想反驳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说什么秀恩爱 什么叫什么 都得炸 嗯 我觉得这个 当生吧 没办法 没有 那你嫉妒人家 但是你要想想看 那其实是 你也是很渴望的 对不对 对啊 那就是啊 那我这边我要讲的 就是76年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是一部纪录片 然后是这一对老夫 老妻就是 老 老夫妻 老夫妻在 在一起 杜博一回来 你中文都差了 没有 还挺着 有压力 有压力 这老夫妻呢 就在一起了76年 然后呢 这个导演 花了15个月的时间 就拍他们 是半纪录片 他们就是天天就是 在笑恩爱 就是很暖很暖的那种 但是呢 他在那个韩国上了院线 因为韩国本来就是说人口 肯定不会像中国那么多 但是能够超过百万以上的电影 就已经算是很 票房很高的记录了 行 行 要 你什麼呀 好嗎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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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喝了 我老婆也要喝了 還沒喝嗎 還沒喝嗎 我成为十岁岁的人 我严认并不不良 我跋叩咖啥 我真的蕭子 我只想起一个风格 我只是想着我的水 我为自己想起来 很難看 来 在外面里面 用来 我以为讲话 其实大家听不太懂 里面的就是韩语 看得懂 看得懂 对 就是你连看你都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能够在一起这么久 然后每天都在修改 就是两个人的世界 就是属于是只有你和我的 上映的时候应该无数人哭到 我自己都哭到了 而且可能大家还听不懂的是 他们其实他们讲的还是静 对 我听懂 其实我听懂 对 那个爷爷今天已经是98岁 快过年就是应该99岁吧 奶奶89岁 他们还是那种 你看爱让人长寿 真的相守在一起 相继如迪 其实这个电影的名字我也很感动 我好像听过这个电影 不要跨过那条江 亲爱的 不要跨过那条江 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我的身边 不要跨过去 我会担心 好暖 太心疼了 因为快乐是14岁的 好 金含英这个很厉害 接下来 那个战斗民族 我们非常会贪爱 因为俄罗斯是比较浪漫的一个国度 我今天想说关于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Follow Me 关注我或者追我 有一个人在俄罗斯他最近非常火 他平时玩Instagram 他是一个摄影师 他平时拍自己的女朋友 我发生好看 他是俄罗斯人 这张照片怎么出现了 是他们两个人 前几年去了巴塞罗纳 巴塞罗纳 意大利 巴塞罗纳 错了 西班牙 然后因为他是摄影师 所以没事就拍照片 你没法跟他好好玩 对 那时候他女朋友非常生气了 他专身就走 然后他就开始拍照 就出现了这些照片 给你们看 他的脸呢 结婚了 非常一个浪漫的一个故事 但是脸从来没看到 好像是一个男的 我跟你说 有可能 戴一个假发 这个很浪漫 其实这个战斗民族秀安爱的方式 这个这么软绵绵 我觉得真的很 全数 真的 我们 那你来一家浪漫了吧 你来一个粗暴的 秀安爱才是硬货 硬货 但是你们澳大利亚没有多少人 比亚似你还少 在澳洲悉尼有一对夫妻 他们是练瑜伽的人 喂 这个我喜欢 对 然后他们也 你 不喜欢什么 我都喜欢 他自己都要想什么 就喜欢了 他们的这个秀安爱的这个方式呢 他们就是要在很多世界各地 就有名的地方 他们就会摆特 就高难度的一些瑜伽的那个动作 你修了几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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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你要跟他比吗 我这边有五张 你不是各式你也要比吗 我要赢 中坏 就你什么都比吗 我准备了五张 我觉得应该够 好 我看一下 比如说在悉尼 哇 这个很难啊 悉尼大桥 真的还不错 哎呀 不错 哎呦 啊 真的我看的真的好 哇 哇 这这个高难 哎呦 掉下来就看 拍完照就ok 哇 哇 好有创意 这个好难啊 而且还把握那个角度 然后最后这个也好浪漫 哎呀 哎呀 好浪漫啊 是那个刚刚杜博说的掉下来 死的那个两人 哈哈 他们是死的那个地方 是死的那个两个 对对对对 这是是死的 但是我最喜欢这个 好不 哎 来 小龙啊 现在自从有陈昌陈阳之后啊 都开始干会长该干的一些事情 会长就没有了 真有身份 早自打 新座官长 我跟你讲啊 我们节目啊 换了一个又一个的 我跟你讲 这身边啊换了一个又一个 下一个没准换走的就是我 那不可能 这个节目我们就不录了 不会吧 你走我们都那个 都抢这个味道 所以小龙哥接下来你可以发言了吗 可以 如果你 所以小龙哥赏片呢 那不可以呢 陈昌老师你这样可以吗 我还是喝心律元吧 那你慢慢跟着我们聊这 您听着好吗 来 好 这两对他们是在一起是网红 每一天都各种秀恩爱 所以呢 他们还写了一本书 他们叫U-turn 就是他们恋爱的故事 所以呢到他 到他那个老婆叫Zizi 他的生日的时候 然后呢他就发了一个给那个NASA 美国的那个NASA 对 发给NASA说 我是一个埃及居民 我 就是我的老婆的生日马上要到了 然后我想给他一个特别的那个生日的礼物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 就是 以他的名字 尼尼一可惺惺 然后那个NASA就答应了 答应了 对 然后那个那个就是这个新闻 华伯伯在说话 然后呢 就是 你刚才说 我根本没有说 你刚才说话 我根本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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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在玩 最可笑的就是 刚刚华伯伯竟然真的没有说话 他真的没事 我还是喜欢你 露露 没事 那个安静是自己给的 对 然后呢 反正就是最后就是 这一条新闻就是被传播到 那个很多的那个媒体以后 老婆她就出来了 她也发了Facebook 她说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感谢你们的祝福 但是 我希望 NASA要知道 就是她 她用不用我的名字来 命名一颗信 不重要 主要的是 我的老公每一天都跟我在一起 就是老公秀了一遍 老婆进来又秀了一下 就是他们聊 就是一直秀一直秀 其实这个故事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方法 就是 本来呢 美国人是好心 给了两个埃及人 过个生日 送个浪漫的礼物 结果那埃及人拿了礼物之后说 老娘才不稀罕呢 礼物什么不重要 老公在身上就是 所以我听到这个我不太开心 把星星秀回 好 那你关心吧 这话中有话好像 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 关于这个各个国家秀恩爱的一些方式 我觉得呢 这个秀恩爱呢 真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 很多人就会说 秀恩爱死得快啊 或者说秀恩爱就会爆炸等等 但是我们还是会祝福这些 所有幸福的恋人 我觉得电视剧前的观众也非常有心的 可以拿起一个小本子 把一些你觉得好的方式 能够记下来 下次也给你的爱人一个惊喜 我觉得恩爱秀出来 其实不是秀给别人看的 是秀给自己看的 对 自己铭记住这个 时时刻刻的爱 人生到老的时候 把那个本子翻出来 拿出来翻的时候 非常好的回忆 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回忆 带着满满的爱意 接下来正式进入到今天的 李岸本节 我最想看的 是吗 这是我最想看的一个 让我们休息一下 真棒 进入到今天的提案环节 今天的提案环节呢 也和爱情有关 这个有一定的意思 我们今天在一开始 先来做一个小调查 这个调查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情侣非常亲密的七个程度 A 拉手 B 露腰 C 拥抱 C 拥抱 D 亲吻 E 抚摸 F 热闻 F 技术 更多 我能摸 所以国代表 请问各位 在公众场所当中 你们曾经最高做到过哪个程度呢 来 三 二 一 请亮拍 你那是什么东西 悠悠你碰了 悠悠你这个气啊 不是就那个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会玩嘛 大家都装着呢 你知道吗 你直接写 你直接写 A 我觉得都在说 A 我觉得都在说 考虑一下 包装是自己的心上什么的 小龙是我很好奇 小龙写了什么 真的 我不给你看 A 他是A 我的天啊 最亲密的就是拉手 听我解释 因为就是在埃及 不管哪个国家 各国代表 我们真的没有国家立场 对 问了各国代表 我们这一趴的言论 与国家无关 对啊 我们只说自己的事 那大家再来看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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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D 我不要 绝对是D 我再加一个B 我再加一个B 给大家面子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在埃及呢 他确实最多也只能做到A 对 日本也是 真的 在路上我不会做 我不可能做更多的在路上 你确定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对吗 对 在路上我不可能 那你讲一下 是什么时候哪一天跟谁 来 我喜欢这个情况 这个是 这个算是瓜泛银丝吗 陈超想听 你敢不说 对 和谁啊 我们现在不拍 我们会剪掉的 对 不拍你说吧 现在没有在拍 对啊 就是 就是跟我女朋友在一起走的时候 我肯定要落着她 在北京 各个全世界都有 但是出来埃及 你是真的越不播是吗 哇 都说好了 都说好了 说好了 我觉得我听一下小贝的 小贝写的是 小贝很级别很高 F 热闻 其实我说这个的话 是我 爸爸妈妈看着你 爸爸妈妈看着你这个 刚要离开那个上海的时候 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当时女朋友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出去 反正知道是最后一次 所以有时候没话说 然后没话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尴尬 然后我们就是用 你当时是为了怕尴尬 就是用 就是用这个方式去解决尴尬 大作哥 可不可以让江南浩翻译一下 北京她的父母看了之后 他们看不懂中文 你跟她爸妈讲 然后用傲式的英语 对 对 这是我最后天 我跟我的女朋友 我们就觉得 我们怎么办 我们没有说话 所以我就是 我跟她说话 你完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做这个小调查 是因为跟今天的提案有关 陈钊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陈钊来了 对 今天特别不开心 为什么 我在地铁上 我念提案呢 提案还钱 你 今天我特别不开心 我在地铁上跟一对情侣吵了一下 因为他们两个人坐在我旁边 旁若无人地在那里拥抱亲吻 我说你们两个人 在公共场合稍微注意一点 顾忌一下周围人的感受 他们却说 我没有全力干涉 但是这公共场合不是属于大家的吗 所有的行为都要顾忌周围人的感受啊 所以想问问 你们觉得情侣在公共场合亲吻 这正常吗 不正常 所以公共场合情侣可以接吻 你们觉得可以的 请亮灯 Yoyo太矛盾了 你太矛盾了 你自己就是G 你有他主意 Yoyo居然没亮灯 我没有没有亮灯 那肯定没有亮灯 Yoyo的两轮发言 正好证明了一句话 自己打自己的脸 真的打得非常狠 啪啪啪 你英文都接受不了 但是你刚刚唯一一个G 对 本身我刚才讲的 我刚才选的是G 但是呢 那个是我代表自己 对不对 但是我这次 我为什么没有亮灯呢 因为我现在是代表日本 你们国家同意吗 不得不同意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 在日本 绝对不可能的 基本上我们在那个马路上 不会看到一些那种热烈的清闻 连这个 也就基本上没有看到 因为你们是一个约束自己的民主 但是呢 为什么呢 就必须要尊重这个老人 对 我们这个是公共场合的概念在于 大家公语公有的一个地方 说得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太自私了 对 你说你什么都控制 你说你什么都控制 来 这样 金谈一把眼 加油 不是 不加油 这是你们觉得看两张照片 你们觉得看合不合理 一个是这个 这公共场合 你们觉得合理 不合理 最后影响到我的思维 非常合理 然后呢 第二张 去干嘛的 在地铁里吗 这是地铁 就是真的 那如果要是你觉得他们是养眼的一对 所以他们怎么样 也不要说太过分了 正常的我觉得都能够去 平常的 歪貌歧视 不是 不是 我说的就是那个是很过分的那种 不是 那长得好看过分一点就可以 长得丑过分一点就不行吗 就是吧 不是 那你会选择看哪一个 我看 我都不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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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能这样的 我觉得 那个我想说的是 在公共场合经文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对 因为小朋友们在身边 那小朋友们就是他们会经常模仿我们大人会做的一些表现 所以这样呢 对小朋友们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因为会让他们早熟 然后呢 第二个晚点呢 是你这样的在外面做 有可能会有一个男孩或者女孩刚刚失恋 对 然后你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行为会让他更难熟 这那些事情 我可以说没准 下个星期或者下下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后 你们两个就分手了 先想说一下就是那个小孩子那一点 反正你现在对那个小孩子的认识全都是你把那些定义想在他的那些身上 他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没有你在想的那些定义 就比如说你觉得两个一对恋人他们在一起拥抱 你觉得那是爱情 可是小朋友的拥抱就完全是很纯洁 很纯洁的 对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义 还有还有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 我们现在工作就特别特别的忙 我们现在就闲的时间就很少很少 我们必须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机会 去跟我们喜欢的那个对象在一起 跟分所秒的亲 是 然后就必须趁这些机会去秀恩爱 我就是要先跟你讲就是从那个文化文化阶层来说吧 就是我是来自埃及 然后呢就是在埃及社会是这样的 就是怎么说 在路上归路上的东西你知道吗 走路啊什么这样的 然后呢 对啊 然后呢就是在家里是归家里的东西 而且我们会想怎么想 说这是隐私 隐私不是自己的吗 对啊 但是 但是我们 所以我想在那儿秀都秀 我还没有说完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 因为就是你的老婆 你在外面这样跟她亲 那别人都看到了 就是其他的女孩也看到你 但是这样的画面一定存在了他们的脑子里 就是在我们那边 因为你心里有鬼 你想 你咱想别的事了 不是 然后会影响那些女孩吗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到其他大人 不是 我想到其他大人 比如说 比如说杨迪和他女朋友在路上接吻 对不对 那比如说有一个女的看到了这个画面 她没准喜欢杨迪的这个张相 她就开始想 对 开始乱想 怎么有那种女人啊 我觉得你有这个观点啊 虽然你解释不同 但是我觉得跟你国家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就是你从小耳濡目染 另外一个国家 从小也耳濡目染 来 杜博 其实我想反驳一下这个田多多 不是我欺负你心来的啊 就是我想解释一点我的想法啊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在法国我跟你说呢 真的是大街小巷的 多有情侣在接吻 是一个再正常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两个恋人在火车站 火车即将要出发的时候 两个恋人可能要分开一段时间 他们接吻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 对啊 就是他们互相表达对于对方的爱 不是 热烈的爱啊 所以法国人的孩子13岁就 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们的父母是怎么告诉他们的 所以说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爱是一个好的事情 爱是一个正能量的事情 所以说呢 你在《大马路》上呢 看到两个人在接吻 但是 你应该把他里面解释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事情 我再举一个别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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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在教堂里面 最高潮的是什么时候 结婚 新郎 可以跟新娘结婚 然后这个时候 难道花童不在旁边吗 对 这个时候 大家都要鼓掌 为什么 因为这是正能量 因为是爱 yes 但是主播 你刚才说的是非常对 但是你还没想到 在路上还有什么 小偷 如果你是现在很软 亲一个人 小偷可以看到 然后可以抽你的包 我觉得你们的这段辩论 我觉得小贝跟卷服学着点 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好不过别人就一直说 你要我打 我们在俄罗斯有一句话叫 再不疯狂就老了 你现在有身体 有好好的身体 你可以享受这种 自然给你的这种 但是我们疯狂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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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公共场合呢 这个变老之前 好多人都想结婚了 他这个人一定不这么冷 你为什么在外面 也不会要珍惜这个机会 不是 你那么冷 为什么要在外面那么疯狂 你偷我的 你偷我的话 还没时间 偷我的话 所以聊了这么久之后 你们发现 最终还是一个场合的问题 而且很明显 这个辩论能看出来 大家的国籍 怎么讲 就是法国的感受 跟埃及的感受 那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天差地远 所以能看出来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 通俗啊 习惯啊 但是我想在大部分的国家 在公众场合 有一些过显亲密的行为 还是不太容易被接纳 对 在中国呢就是 有个词叫 有爱观瞻 通俗的说就是感觉不太雅观 不雅 所以你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 遇到过一些 除了亲吻 不只是一个激烈的亲吻 还有没有别的一些 不雅的行为 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 我说一个 有的时候是在火车上 有的时候是在机场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可能空间很大 但是有的人呢 一看空间大 就觉得自己可以大声说话 然后接一个电话 喂 张总啊 哎 我签了合同了 三个亿啊 拿了小的单 你给我打电话 哎 哎 好嘞 哎 回北京我们聚一聚啊 喝个酒什么的 哎 来来来 好好好 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哎哎哎哎哎哎 杜波 这就是你的生活啊 我们第二季开始的时候 我问导演 我说为什么杜波不来了 然后他们又说 因为杜波最近在忙 十个亿的大单子 哦 哎 坐你旁边的小贝啊 他就跟你不太一样 我说小贝你牙怎么了 他说被弟弟打断了 哦 我说那你应该重新坐一下 他说太贵了 等今年攒攒钱再说 哦 来来来你讲一下 你看不惯什么行为 我 我赞你 赞助一个牙给你吧 哦 哦呦 是真的 会打人 可以可以 以前那个导演对我的不好 都原谅了 谢谢 没有 我想说的也是跟交通有关 就是这次坐飞机过来 就提醒了我 我那个 就是特别是长途飞机 很多人他们脱鞋啊 都把鞋脱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 很正常 但是呢 我就是靠窗 靠窗的那个座位 然后我就 就在那个扶手上坐嘛 然后感觉到 在我胳膊上 有我后面的那个人的脚 而且不是袜子 光脚放在哪儿 啊 天哪 有味道 还有一个也就是跟 飞机上也是一样 就是从澳洲过来 要飞12个小时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靠背 就靠后嘛 然后 但是平时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把靠椅 就调直 平时空姐都会提醒一下 就我们现在要 那个餐饮的时候呢 大家都注意靠背 调一下 但是我前面的那个人 他真是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 原来椅子在这里嘛 我从这里下面吃饭还行 他这个椅子 在我这里 然后我坐在这里 你每一下就画到鼻子 我的头也没法动 他椅子就在这里 然后我那个 就吃的饭 就在这下面 就只好这样 这样 最恐怖的是 你坐后面 他一下子也不跟你打招 我三二一 你没经常我遇到 这个是小辈遇到的困惑 你又遇到什么困惑吗 我也是在火车上面 就是有一个大叔 就把iPad开着 然后他就在看 一个很土很土的剧 然后很吵 没有插耳机 对 没有插耳机 然后直接在那边看 所以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很讨厌就是去接近他们 就跟他们说 可不可以把声音 因为我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 然后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有会遇到尴尬的事情 就是他们可能拒绝你 就说 对 什么呀 对 有本事你去做商务作呀 我跟你讲 我遇到的比你还惨 因为我 他看的那个剧 是我正在追的剧 他看的比我后面 男鸭板 我就救命啊 我很想死 我还没看到那 我就看到那个 已经死掉的人 怎么活过来了 我就听说 我就很想哭 就被剧透了 还是没有办法 你坐在那里 就很想哭 来 多多 我最最最讨厌的是 谁 我在地铁站 然后地铁里面 然后呢 再跟朋友们聊一下 然后聊一下 聊一下 然后旁边就 旁边就有人这样 看你的手机 对对对 看我的手机 就是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非常的嫌疾 但是我经常会戴着墨镜 然后呢 我就等我没看到 然后我放 我再打 然后打完了 然后我把我的手机 我放完了转身 我把我的手机这样 好看 我跟你说 多多有一次 我在伊朗坐地铁 然后这个更夸张 我在玩Instagram 我在玩Instagram 然后旁边那个人 也在偷偷地看我的照片 你知道 然后我滑过去了 滑过去 他说停下停下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上来 你上来 这个照片点赞 点赞 我说你还点赞也在乎 其实有 有时候有可能 他们会认为 就是想知道 这个外国人 是用中文聊天 还是英文聊天 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感觉不好 别看了 是个人的影子 来 接着讲 你有遇到过什么 你忍受不了的 其实韩国不是有了 那个PC Bar 那个文化之后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喜欢 在网吧里面玩游戏什么的 当时其实韩国有一款游戏 叫做禁舞团 有没有听过 风鸣一时 这个东西 就比方说 他也在跟我一起上网好了 我们其实就 网吧不是一排吗 隔壁桌 他那个游戏当时是 对吧 对 这个声音 然后其实是很安静的一个场合 但是我就 比方说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旁边的人就 网络都知道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他没有那个感觉 就是这个游戏 因为有节奏感 这个游戏的精神 就在这个游戏上面 不是 因为你知道 你会很不自觉 你会看他在干嘛 你明明在做事 你不由自主 你跟着一个 就是他的手 就是这个按得特别大声 那我们以前在那个网吧里 网吧里都是劈里啪 抢麦你知道吗 抢麦之后 这样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来自于 凤凰传奇的什么什么歌 我画的朋友一起来 你还经历过这个 你抢麦啊 啥呀 你把我这个 没有不是游戏 聊天室的 主要是有很多人投诉这个事情 首先他真的这个 首先很破坏那个 然后呢 后来老板想了一个办法 就那网吧老板把他的这个 空格这个抠了 所以然后就 就抠完就那些玩那个游戏 放牙签是吧 没劲儿 网吧顿时安静了许多 我看得超级开心 等很久了 悠悠 觉得自己看不惯的习惯 据说在餐厅 在餐厅里 就那客户对那个服务员的 态度特别不好的那个行动 对 对 就有一些那种 有一些那个服务员 一进餐厅 然后很累了 坐坐着那个餐厅 然后就 服务员 过来 过来 然后就那个服务员 就服务员来了 来了 然后他拿那个菜单 服务员 这些人是先不看菜单的 就直接说 来个红烧土豆 服务员说 不好意思 没有红烧土豆的 那他们说 为什么没有红烧土豆啊 家常菜里面 为什么没有土豆 红烧土豆 我就喜欢红烧土豆 那种 好任性 我就觉得这个行动 我特别看不下去 没关系 最后他们的菜里面 会说些别的东西 对 我就觉得这些行动 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好 刚刚大家是聊到了 各个国家 或者说你们自己 遇到的一些 让人不舒服的一些方式 那经过之前呢 网络上有个调查 就是 网友投票比较多的 公共场所的 让人厌恶的行为 有两个 我跟大家讲一下 分别是 在电影院里 大声打电话 啊 我是杀了他 对 我也是 拉破我电影票 就几乎那种内心的恨 以及 汽车 走飞机动车道 并且 在后面不停的 大声的按喇叭 催促前面的行人 对 很不礼貌 对 很不礼貌 太不礼貌了 但是问题出现了 总归要解决的嘛 但是其实解决的方法 有很多种 除了我们自己解决的时候 会有一些规定 一些法律 对 或者说一些文明公约 来去解决它 我这里有一个最神奇的 是美国的爱荷华州 一个法律说 一个有自己未有问题 有未必的男子 不能在公共场合和女子接吻 为什么呢 有什么关系吗 不知道 他就有这个法律 说不能接吻 你听过吗 我不是爱荷华州人 但是我正在那个 尼布拉斯加州 我的老家 在一个教堂 你不能打歌 不能打歌 我有一首单曲 不能带来打 那个打歌 那个打歌 打歌 但是 但是这个呢 其实每个国家 都有这样的法律 就是很奇奇怪怪的法律 对 美国是比较多 因为我们分的是州 这样这样 接下来我们今天用一种 非常特别的方式 来进行下面这个环节 好 这环节是什么呢 就是来讲一讲 各个国家 有哪些奇特的公共场所的约定 但是不是每个人 各个来发言了 而是我会点出五位代表 他们会来出一道 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 一个奇特的公共场所的 规定的题目 各位举手来抢答 抢到 答对了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 手机 第一个选择 哦 那我们首先呢 那就从悠悠开始来出题 好 那我来那个 给大家出题 在日本 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喝完酒之后 酒驾除了惩罚酒驾的人 还会附带着 惩罚以下哪一种人呢 A 赚酒的人 B 酒驾人的老婆或老公 D 卖酒的老板 你们好好想一下 来 3 2 1 请抢答 封碧羊是第一个举手的 老板吧 悠悠 你告诉她 她是答对还是答错了呢 答错了 3 2 1 华伯伯 老婆 不 责怪的老婆 答错了 你看 这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老板在哪里找到呢 你们这些人啊我跟你讲 我讲完了之后 左右跟沐小龙死死的看着我的嘴 就等着我喊 而且我手也是那么死死的进度 就是为了下一秒的进度 就等着我喊3 2 1 就为了白白得一个脚 你看看 你说了3 2 1 还没喊 沐小龙 又来你 你还没说 你还没说呢 我说啊 就等着我喊3 2 1 我每一次都不会的 死死的进度 就是为了下一秒的进度 就等着我喊3 2 1 然后可以拿奖金 怎么回事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法律 可能在那个中国 很多这些那个春酒的那个习惯 对吧 但是呢在日本 以前有一段时间 很多人就为了被那个春酒 会造成死了 就那个喝干杯干了很多 然后就死掉了 然后呢有了这个事情以后 日本有一个这个规定了 就要是那个劝酒的人 必须要那个有惩罚 那如果说这样 那要是没有造成事故 但是比如说他就是被查出来酒驾 那这个会不会被惩罚 也是 也是惩罚的 比如说我劝杨迪喝酒 可是我不知道他今天开车来了 我劝他喝了我先走了 然后他喝了酒我也要负责任 对 这个喝酒的人 那闹事情了 然后就 那我放了那个法律了 那肯定会有这个通罪了 来 我们有请澳大利亚的小贝出题 请问在澳大利亚的机场 以下哪种行为是不允许的 A 吃别人手中的汉堡 B 开关于错运行李的玩笑 C 主动帮人指路 我觉得主动帮人指路是一件好事情 吃别人手中的汉堡 这个我有点 这个为什么要吃别人手中的 对啊 当然一 我还没说勤强答案 勤强 不要说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答案 要不我把这个送给你去吗 答案不晓得我 有有 哈 C C 错 诶 诶 诶 啊 可不不 哎呀妈呀 吃汉堡包 不 对 对吗小贝 错 这个我来一下 我来一下 我真的 为什么 谁都知道了这回还真的 哎 这样子我觉得他们怎么答都答不对 我把这冲箱给他们 他们光荣吗 我冲了算了我现在就冲 321 请想答 好像工碧一样吧 对 挺快的 这都比手快了 又有什么呢 好吧 看你最近做的牙套缺钱 给你 哎 来喽 哎呀 喂 喂 你们家都不缺钱 你要解释一下 在机场就是开 关于拖运行李的玩笑 都是不允许的 是因为我们澳洲人是很喜欢开玩笑 所以他们就是在脱运的时候 那些工作人员不是总是会问 就你心里里面有没有什么 毅然一爆啊 危险品之类的 嗯 然后在澳洲会有很多人 就会说 是啊是啊 全都是我自己自己放进去的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就觉得很难分得开 谁在开玩笑 谁在真的在说这个话 所以现在的话因为安全 他们就 这完全违法 如果你真的是说 说出来 你说是的 我里面有一人一爆的 那他们就真的会把你抓出来 是很麻烦 真的好不好笑 很多不海关的球 这玩笑又不好笑 对 你们澳洲这么缺玩笑这件事情吗 有很多认识吧 有啊 要差啊 没有 好 接下郭敏洋出题 好 在布韵诺斯爱里斯 不允许带以下哪一种动物出门 站着的猪 猪怎么站呢 站着的猪 站着的狗 或者站着的马 站着是两脚小饼 还是四脚小饼 这就是四脚之马 站着的 好 来吧 来 三 二 一 请抢答 他吧 左右吧 猪猪 黑猪 对 为什么呢 就不能带猪上街 对 就这头猪躺着或者 躺着腿 是什么意思 其实那个阿根廷 从一个发达国家 变成一个发展中国人 也有道理 我觉得他们 有根据 他们也要考虑考虑自己的法律 因为我听说他们不可以带一只 站着的猪出门 但是他们全国都是允许裸奔的 裸奔 好开放 裸奔是允许的 对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意思了 就是完全可以 没有问题 来 这样左右出题 在美国的政府时 有一个鬼阴 太阳 落下以后 人不能做什么 把A 倒离果禄 倒 果禄 倒离 I can stand across the road B 他声音了 我是中文我是真听不到 那个 宝质能攻 刀子 刀子不攻 躲在车地前 上地下 3 2 1 请想答 小贝来 C 你说的 不对 3 2 请想答 杜波 A 倒离果马路 不对 你说的 对 当然 来 传给杜波吧 但是为什么 你解释一下吗 对啊 为什么 其实 如果你做这样的在美国 他们不会罚款你 或者是不会抓你 这个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罚路 对啊 刚这个左右讲了其中的一个 我们导演还找到了两条美国非常有意思的法律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美国的哈特福德市有一条法律是 禁止人们用双手倒立 就刚刚杜波理解的那个意思 双手倒立行走过马路 说实话 好难啊 谁会这么走 谁啊 接下来这条更奇葩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 你不能一边开飞机 一边骂下边的路 我不会骂 是公路的路 还是那个 动物的路 动物路 鱼 怎么会这么具体 那可以一边开飞机 一边骂下面的熊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吧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法律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法律他们说的真的是马 比如说他们说 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的 这个好有意思 我觉得 你知道吗 这些奇怪的一些法律 我们都不太了解 所以大街上会经常会出现一些标语 这标语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 要谨记这些事情 这些规定 你们要记得住 但是在中国 你知道中国的标语其实是 很奇怪的 我记得河北那边有一个动物园 他的标语 虽然其实他就 号转当时保护也是动物嘛 他写的是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这个对啊 但是不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嘛 对吧 还有就是 我就有时候会在那个嘛 就是在路上会看到 就是你若酒驾 我就改驾 我这还有一个 我自己找的 鼓励大家绿化的 有点吓人 坟墓周围种上树 子孙才会有出路 这个太狠了 就是靠着大家都在山上多植树 所以你们国家有没有哪些 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 有意思的标语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俄罗斯搜集奥运会的时候 在那边有 在哪一个厕所里面有一个表语 一种图片 就是怎么正确的用厕所 这种姿势是最正确的 然后往下看我们的时候 会发现越来越复杂 然后最后我就是有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钓鱼 怎么能钓鱼在一个厕所里面 是钓鱼啊 最后一方图在干嘛 最后一个是那个 边喝酒边上厕所 就是在这种姿势 这个有点真的是多鱼 好多鱼 这应该人人都知道的东西 本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使用办法 他一提醒就全知道了 对对对对 日本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 就一个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什么鬼 这是一个流冰厂 因为大家就小时候可能也想过 就喜欢那个滑冰的人 就觉得这么多冰 要是这个冰能吃的话多好 这个标语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流冰厂的这个冰 不能用来做那个爆冰 不是问题是 那个都是脚在上面啊 那个流冰厂 就是听完之后就觉得 的确日本人压力很大 但是想象力还是特别丰富 来 接下来我们再听 所有 请别让你的羊头在地上 意味在晚上这个鱼 会跑过来抽这个烟 但是它们已经解烟了 幽默 很幽默 就是因为它 这个有一个湖 然后有很多人 他们在那边那个抽烟是吧 然后他们把这个烟 就是在地上 但是他们不希望 他们做这样的 所以他们就说 你别抽烟在这个地方 让它在地上 因为我们的鱼 会晚上过来抽这个烟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鱼 会解烟 因为对他们的肥脏不好 好 其实关于这个公共场所的一些法律规定 我们也来听一段消息好不好 有请陈超 这个消息的主人公是一个美国少年 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男孩 名字叫做麦克尔菲伊因 他在新加坡境内的公路上 乱涂乱化交通指示牌 并且用喷漆涂鸦了20辆汽车 被新加坡的法官判处了 鞭刑六次和监禁四个月 消息传出之后 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都出面为他求情 但是当时的新加坡总理说 看在美国总统的面子上 我们可以免除鞭刑两次 但是其余那四次必须要保留 我们都知道在新加坡 中共场所的不良行为都会受到惩罚 比如说 如果行人在非人行道的地方过马路 会被罚款五星元 随手乱扔大件垃圾 会判处12个小时的劳改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严格的惩罚措施 让新加坡成为了世界上公认的 公共环境最好的国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叫公共道德的问题 对 现在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大 然后人口是越来越密集 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的确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就会出现了很多的规定 或者甚至是法律 法规来约束一些公众的道德行为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要问问大家了 面对无视公共道德 公共规定不屑一顾的人 将公共道德法律化 到底好不好呢 觉得好的 请亮灯 只有五个人亮灯 其实大部分人认为不应该成为法律 来 让欧欧先发言 我觉得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讲道理 就是很奇葩的人 所以为什么浪费时间去跟他们讲道理呢 直接打边刑 你可以跟华博博说不要抢人家的尽头吗 说不了 你看 所以这些东西 直接把这些东西弄成规定 法律 就不用说这些废话了 你如果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直接罚款 直接做了好 简单速报 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你在外面 然后不管人做了 放了什么做 然后你就用法律来重罚他 这个是不可说的 非常的不好 因为我想说的是 有很多有钱人 非常非常非常有钱 那你说如果他在 如果是简单官司的话 好啊 他每天都来犯错 然后你来法管 就是不能通过单纯的 通过法管解决问题 因为你 以前我就记得一个 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 不是迪拜吗 迪拜不是不要乱停车吗 那个车位随便停一下 五百块钱 五百美金一天 然后直接把钱 拿在校长办公室 这一年我包了 对 对吧 然后随便在那儿 就停车 那这样的不是 几乎没有简单人家 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从学校和家里面 教孩子怎么做 教育为美 对 教育的位置 对 就这些道德上的 这个是特别同意 因为为什么 虽然有点粗暴 但是效率都特别好 比如说 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 在那个室内 是不允许可以抽烟的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就那个北京 就去内有了那个 室内不能抽烟的那个 禁烟令 后来呢 就我这次回那个北京 每个录节目 就我看的时候 哇 就真的是 就那个很多人就 不抽烟在室内了 那就说 哇这个我觉得 效果真的很好 很明显 为什么有了罚款 对 他说下面有那个 要罚多少多少钱 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提到钱的事情 我觉得有一个人 是非常是现实的 觉得钱 好像有的时候 能解决问题 听说你那么现实 我觉得这句话 要送给那个 因为他也是很珍惜钱 很珍惜时间的 我就觉得这种事情 是很浪费时间的 是很浪费钱的 因为你想一想 就是警察他们要管那么多事情 杀人犯呢 小偷啊什么的 非法移民啊 什么好多事情 那你要是说这些兔坛啊 这些比较小的一些事情 让他们也去管 不仅是警察 还有那些法官啊什么的 就比如说这个人兔坛 你说了 然后你还要去调那些摄像头 你浪费好多资源 好多时间 好多钱 去管这些比较小的事情 我觉得你要 文明道德上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教育 文明道德上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好多其他的方法 是真的 大家好 我跟你说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特别不同意 钱多多说的 为什么啊 我特别支持又有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钱多多 你也是来自一个 发展中国家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又有 他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 在这个方面 城市管理 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就是因为我来自埃及 我们埃及的路 乱七八糟的很多问题 我特别特别想 特别特别想 我们有一天 我们的国家 那个那个交通 就变成一种法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你不要想 现在日本或者新加坡 或者这样的国家 他们一下子 就所有的人都会 懂得那个交通的那个规矩 他们是从小孩开始那个教育 但是 我比如说 埃及或者尼日利亚 谁来教小孩 大人大人都不会 他们怎么教小孩 有很多人会啊 现在就可以开始教了 所以你什么时候 开始说 我不要这个法律 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 是很不对的一件事 因为法律是来克制大家的 道德是克制自己 对 说得好 所以法律是来控制一些很低级的道德 比如说不能杀人 不能偷东西 什么的 这个是很低级的 但是如果你在把这个道德的东西 比如说讲文明不要土坛 做的一个法律 这个不是在套退 倒退我们的文明水平吗 但是你得先有这个文明水平再说 我给你说一件事 我这次回阿根廷 我就发现了很多不文明的东西 然后我说应该罚款应该罚款 但是我的家人都说 但是有的人罚不了款也不给钱 罚不了款他就记得我要罚款 所以我不做这样的事 所以你觉得做不好的事情是好事 如果你有钱做不好的事情是好事 但是有钱人占的那个比例有多少 来我想听听杜波怎么说 我为什么没有亮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限制我们的自由 我跟钱多多 对 我跟你的想法其实很接近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低级的 限制我们的自由的一个方法 包括说呢 那个龚碧阳你说的比较有道理 我觉得你有进步 神秘比较 谢谢大家 神秘比较 神秘比较 我觉得文明的进步 是要通过整体的一个素质和一个教育的方式 而不是通过一些非常粗暴的罚款 这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做法 但是当你管理不好 这个政治很大的时候 你真的必须要用这种自暴的方式 这个就是浪费公共资源 你明白吗 我们要想一想法律是用来做什么的 法律是用来 他们是为了就是我们最最基础的这种道德的一种限制 最基础的 就像龚碧阳说的就是比如说什么 道德降低 对 就很很恶劣的那种事情 对 我们现在如果是按照那种惩罚的方式 去对待我们这种公共道德的话 就比如说你在地铁上有人吃有气味的东西 就要罚款 要报警 他们吃口香草也要报警 做这个要报警 做那个要报警 我问你一下 我们哪有那么多警察 每一次都能追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新加坡 新加坡这种地方可能还行 地方比较小 但是你再稍微扩大一点 人口稍微多一点 哪有这种资源去惩罚这些人 再说的话 如果比如说不只是罚款要关进监狱 还是什么东西的话 那我们监狱不够用 对 然后再是警察 警察这个行业就变成最最 就很多人都要去当警察 其他的行业都缺人了现在 从这个公共道德的这一点上 一下子国家就没有发展的路 要说素质的话 我们就拿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英国 英国人的素质都那么高 我们是通过教育的方式 通过信仰的方式 去告诉大家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其实我们必须这个问题 不是考虑从自己的个人的角度 不是那种有钱的人 还是没有钱的人的角度 考虑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必须了解群众心理学 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 考虑 当我们看到了不文明的行为一次 我们觉得 我不喜欢 不觉得 不接受 第二次看到了 也不会接受 但是我们 天天 在蒙古地区 看到了 就是反复地看到了这种东西 不文明的行为 比如说一千次 我们慢慢会引入到这种环境 慢慢觉得这是正常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 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不正常 必须有一定的法律 来阻止这些东西 好 好 好 我觉得你们今天讲的最美好的 是我愿意看到的 你们觉得其实 不应该用所谓的法律 去绑住一个人的手和脚 应该从根本的素质上 去改变一个人 我们今天去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实际上是为了不影响别人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公众环境 能够越来越美好 是美好的 对 我们也希望大家的公共道德的标准 可以越来越高 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 更加平等的 在我们喜欢的一个活动空间以内 自由地玩耍 自由地生活 所以不管它成不成为法律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我们的 在公共场合的一些形象 因为我们出国的时候 既然都知道我们代表着中国 那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之内 也要想着怎么样能够更加 爱护自己的同胞 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环境 总结 漂亮 完美 完善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由新灵人独家冠名播出的湖北市《非诚舍会谈》 新灵人琵琶汁喝了就清润 我们下周再见 最真实的表白 但这是我最赤诚的爱 伸出手去拥抱未来吧 过去放进口袋 我愿意更迟的理由 你给我坚强的借口 无论风向需要多大代价 世界就是我们的家